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准备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又带我们一起读见的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第86篇开始咯 耶和华 求你错而应允我 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 求你保存我的性命 因我是虔诚人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怜悯我 因我终日求告你 主啊 求你使仆人心已欢喜 因为我的信仰望你 主啊 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赐给 凡求告你的人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随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主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你的作为也无可比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因你为大且行其妙的是 唯独你是神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我要造你的真理心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 我的神啊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之道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 神啊 骄傲的人一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档强恨的人寻缩我的命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 主啊 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求你向我 专脸连续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 救你婢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 选出恩待我的凭据 叫恨我的人 看见便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 安慰我 今天读经就到这里结束 下次要一起读经哦 拜拜 拜拜